大家好,这里是海星教练 欢迎收看海星讲海系列的第一个视频 那创作这个系列呢 我是想通过影片来跟大家介绍 海里多姿多彩的各种生物 那由于之前年初一的视频 就提到今年牛年相关的海洋生物 所以今天呢,就对这个海牛来做更多介绍 首先,广义来讲 海牛是涵盖了不同品种的Dugong和Manate 那两者什么差别呢? 外貌来讲,它们的脸都长得差不多嘛 像牛一样丑萌的 不过Dugong尾巴跟海豚一样 维普是两边尖尖的,就像金高级那样 而Manate尾巴就圆圆的像Rotichana一样 至于生长分布呢 Dugong呢,在我们东半球的亚洲 就在印度洋太平洋这里的海水浅海区域 而Manate则在西半球另一边 三个Manate品种分散于大西洋的美洲、欧洲、非洲 就在那里的淡水、咸水或者混合区域 早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个世界闹得沸沸荡荡的 就是某只可怜海牛后背上的海藻 被脑产的人刻上了某前总统的名字字眼 那只海牛就是Manate 而且西方人以前,在大西洋航海时的美人鱼传说 它的圆形,普遍 foreign with the humanity 只是一看海牛也有几分蛮像美人鱼的 嗯 至于我之前,在年初一发的视频里 的那个海牛城乡片段的 所有都是Dugong浮出色的背影啦 接下来影片就重点放在Dugong这海牛品种 已经是我曾经在船上目睹过 还有更靠近我们亚洲范围嘛 一般的通称有海牛、西靠、鲁庚、Dugong 而拉丁学名是Dugong Dugong Dugong算是中心的海洋哺乳动物 其大小和成年人类相近 主食为海草 在水下能拔 海草连根拔起吃了 所以在一片海草床上可以看出海牛进食的轨迹 简直就像水下的推露机一样 海牛那可爱呆萌的形象 也有被用来当电玩游戏里的角色设计 比如某款奴役野生动物来战斗牟利的大热门游戏系列 里面就有个Dugong角色哦 我网上有留存一些视频 就是海牛他们也会淘气的去找海龟玩 可以想象海龟的心情有多么堵懒 你提一下 虽然我本人还没有在水下潜水的时候见过海牛 我也曾经一息一息 在泳池里跟美人鱼来个邂逅 可惜的是Dugong这异威物种 在马来西亚也算数量稀少很罕见了 随着时代变迁和各种人类文明发展 许多年前能常见到海牛的楼花海峡 如今也几乎绝迹了 所以你想见海牛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的呢 如果各位你们有兴趣进一步了解 关于海牛或者其他海洋哺乳动物的相关保育 我们马来西亚这里有个保育团体Maraset 推荐大家去他们的网页Maraset.org和社交媒体看看 有关他们如何致力于保育这些海洋里的美丽森林 以及自己能怎样参与一波支持他们 在结束这个影片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来一点互动 以前我有次跟随大学导师出外做科研考察的时候 其中一个研究内容是录下海牛在水下的叫声 那么请各位来猜猜看 如果这动物在水下会发出怎样的叫声呢 请在下方留言你的答案 日后我才回复揭晓 好啦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各位如果喜欢这一期的海星讲海的话 请点赞订阅分享出去 以及评论里告诉我 下次主题你们好奇或者想要了解什么海洋生物呢 我是海星教练 记得笑一个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吴 simple 不吝点赞订阅 标准 不吝点赞订阅 七百里 好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